Hello 大家好 香港流行文化之2014 天空草地唱作世代音樂會 剛剛在舞台這邊 又有另外一位歌手 請她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ky 馮榮奇 那你喜歡哪一種音樂的? 我喜歡 我喜歡很多音樂的 不過我自己會寫一些 藝術流行 題材方面 多數是源於哪一類型 內容 我比較喜歡身心靈的 所以很多歌曲 如果是我自己寫曲詞 都會有關於靈魂 身體 大家如何穿越時空 去體驗生命 原來也挺科幻 其實跟情緒字 你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音樂 有一種可以令大家的情緒 平和一點 或者穩定一點的狀態 所以配合歌詞 可能是 我希望大家聽完 可以舒服一點 而且感受自己的感受 有時候這件事很重要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創作呢? 我自己就創作了 給很多不同的歌手 但是如果我自己寫給自己的音樂 其實都是一段時間 我很多時間都不是在做著著人 是我在做著著的其他的身份 例如作曲 製作 監製 還有 拆展人 都會做 所以我自己會留給自己的時間 其實是相對少的 可能我差不多每幾年才會 表演一次 還有出一次電 所以今天我會說笑話 這就是我復出的 因為我對上一次自己的專長 其實是說年多兩年前的事 今次來到這裡 接觸到大自然 公開的場面唱歌 也有很多工作在這裡 我感覺又覺得興不興奮? 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平時很多時候都會在室內表演 而張岳的音樂是戶外有天空有草地的時候 原來他給予了另一種靈氣和震恆是不同的 很振奮 其實你接下來會不會繼續創造一些新題材之類呢? 我想我繼續都會喜歡新心靈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歡 所以我會配合多一點點 我愈來愈覺得呼吸很重要 所以我會如何融合我的音樂和呼吸這件事 再發展一下 呼吸是不是除了歌唱技巧 也有一種放鬆的東西 我就是想如何用呼吸和歌唱的東西 放在流行曲的元素 這就是我希望去發展的東西 這個也蠻創新的 還有我們平時沒有什麼察覺 但是拿出來說 我覺得真的很有論點 是的 這次你來到這裡 覺得這個平台 其實多一點會不會更加好 像這種形式一樣 我當然會覺得更加好 因為我本身也是拆展人的角色 所以我推介了比較多新的單位 而是優質的單位 其實香港有很多非常有質素的新音樂人 所以如果多一點平台 也有多一點觀眾 可以接觸他們 其實會成長得更加好 無論是創作本身 還有我覺得城市的養分 都是會更加好的 我覺得你也有很多角度 其實如果對你來說 在困難方面到底是幫別人做音樂有困難一點 還是幫自己做有困難一點 你的困難在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每一次你都要了解 你對方需要什麼 以及你能夠貢獻到什麼 無論是經驗 還是你的知識 或者是大家原來是很了解大家 無論是怎樣也好 都會有一個方法去合作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跟自己做音樂是更難 因為沒有人跟我困 所以我都很需要在同人一起去互動的時候 可能更加可以做得更好 以聽你這樣說 會不會有一個願望 就是有一天去開一個作品展 和朋友一起去開呢 我想每一個創作人 都會有一個願望開作品展 所以我也是其中之一 因為我覺得你也挺多元化 希望繼續下去 你很加油 謝謝 那我們大家都很期待你 有機會有一個作品展 讓我們一起欣賞一下你的作品 謝謝 加油 帶我們一起欣賞一下那個坑 就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伤了终才会变了你的地球